嗨,今天好吗?我是仙仙 夏天老冰凉的甜品之中我超喜欢果冻的 突然想起以前在学校里做过一个香橙椰子口味的奶冻 今天我想变化一个形式,做一个大的 首先我用了新鲜的橙汁,要挤出450克 其实也可以用自己喜欢的瓶装的橙汁来代替哦 我在切橙汁的时候我家小Rena说她要吃橙汁 赶紧给她切上 橙汁挤好之后呢,再切出一些橙肉 不要留任何的筋和皮,不然会影响口感 要像这样子切,然后放置一边备用 嫩嫩的果肉就出来了 你干嘛叫这个声音哦 太好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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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克的吉利丁粉和50克的橙汁 拌匀之后静置几分钟让吉利丁涨发吸收水分 再在大碗里倒入400克的橙汁,25克的糖 糖的量可以根据橙汁的实际甜度来进行调整 比较酸的就加多一点糖哦 将吉利丁用微波炉或者隔热水融化 边搅拌橙汁边倒入吉利丁液 搅拌均匀 直接倒入模具里 可以使用任何你喜欢的模具 大小也不限 我的这个容量是1200毫升左右的 摆入香橙果肉 然后冷藏2-3个小时 或者更久,确保它凝固 等香橙果冻凝结之后 再制作椰浆奶冻哦 首先准备吉利丁粉14克 饮用的冷水50克 泡发5分钟 再在小锅里加入200克的牛奶 400克的椰浆 还有50克的糖 搅拌搅拌之后加热 加热到准备滚起的时候 离火,趁热加入吉利丁 再搅拌到吉利丁融化 接着就让它放凉了 一定要放凉到室温哦 接着就把它倒到香橙果冻上面 还要让它回冰箱继续冷藏3小时以上 或者冷藏过夜 第二天就着模具浸泡一下热水脱模 千万千万不要浸泡太久 我没有想到我这个模具导热性这么快 才10秒钟就融化的这么厉害 我记得我上次用一个硅胶的模具 泡了15秒都没有什么反应的 啊,下次我要试一下5秒 啊不,可能3秒就行了 就不至于像现在融化的这么多 都有一层汤汁了 还好我盆子够深撑得住 嗯,虽然融化的多了一点 但是整体还行啦 你看,还是特别Q弹的 端端的 试一下好不好吃 切下去会有一点阻力 因为有那个新鲜的盛肉在里面 嗯,冰爽Q弹超适合夏天的 我觉得小朋友都超喜欢果冻的 我对果冻也是有一个特殊情节 总是记得小时候跑去超市里面 买大大的果冻吃就特别爽特别开心 快点坐起来吧 我是歇歇,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